在高雄凤山区的十字路口 有机车骑士 单手抱着小孩骑车 小孩手上还拿着奶瓶呢 不止如此 这名骑士还抢快 还没绿灯就往前冲 小朋友嚎啕大哭 喊着要找妈妈 因为他被爸爸单手抱着骑车 显然吓坏了 只见小朋友一手拿着奶瓶 另一手死命地抓紧爸爸 没想到这位爸爸还抢快 还没绿灯就往前冲 民众直接拍下这一幕 也替两人担心 民众将影片剖完后 立刻引来网友议论 大多人都说太危险了 有人怀疑孩子哭成这样 不会是被偷报吧 也有人说为何不用背带 或使用机车座椅 更有人当起侦探 推测可能是夫妻吵架 爸爸带小孩出来找妈妈 我规定在驾驶人后方 设有固定座位者才可以负载座人 那不可以坐在驾驶人的前面 其实类似情况在街头多的是 有人反手抱小孩 有的让小孩站在机车踏板 或大人抱着三贴四贴 变成夹心饼干 但警方表示这些危险行为 都已经违法可以开罚 如果小孩年龄不到四岁 或体重在18公斤以下 尽量还是以汽车接送比较安全 提醒民众千万别贪图 一时方便却罔顾孩子性命安全 万一真的发生意外 那可是再后悔都来不及 记者来为左张路高雄报道